陸陽山 劉仁詞曲 李維維 風暴中的雨 原反擁天晴 我的命運嘿夜的雨衣 彩虹在暗地 等一個bli poner 张开翅膀轮回有我决定 如果她在心中相根 但开花在生命最后 只想要飞翔 一次分去抵抗 就在挣扎和无奈之前高昌 想起摇向天空 不回头的我 背负沉重小姐的牢笼 紧箍都无踪 绝望都冰冻 何去何从就交给一封 你若都无动 繁华我今生死于空 真只要上天空 不回头的我 背负沉重小姐的牢笼 紧箍都无踪 绝望都冰冻 何去何从就交给一封 你若勾动 让你伤害了一个无辜的生命 让他枉死 那你连无耻都不如 龙天宇 我告你诽谤你信不信 我决定 民主零九哥实行 改判无期徒刑 法官大人 这样的改判 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呀 是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改判 不过我刚才 zie到了 沈约翰殿语长打来的电话 他说令九哥尽早 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 救了他的女儿都督 他的行为属于坚毅勇为 是中达立功的标写 殿语长亲自求情 而我也认为这符合艰辛的条件 满意了吧 谢谢法官大人 杜多 爸爸给你削了一个苹果 来 休息一下 来 都过来都过来 今儿日子好 赏你们的 表姐 我听说令九哥的好像没死成啊 四二三一 你干什么 报告 是我不小心把四二三一的盘子给打翻了 八九九一 好 从今天起 罚你打扫一个月厕所和浴室 是 长官 这青雕是死了爹还是死了娘啊 好像都死绝了吧 他现在只有一个儿子 那 那他罚这么大的邪火 凤姐 您知道是怎么回事 看来 我们又能见到八九六三了 对不起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其实今天在刑场上的时候我就在想 我要是有明天 该有多好 现在我的冤枉实现了 我应该谢谢你 你都知道了 吴警官跟我说了 他嘴倒是挺快的 吴警官也是怕你为难 其实有这样的结果 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知道 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对了 那个给法官送证据的人到底是谁啊 说来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目前暂时不知道 不过 能从法医那边得到这么隐秘的线索 肯定大有来托 不是警察吗 不是 那是谁 你放心 我会查出来的 总之是有非敌 龙队 时间差不多了 这给你 无聊的时候给你姐姐妹 香香小时候很爱哭 我都用这个哄她 我不是把你当小孩子的意思 那我走了 那我走了 我死了 我都用这个空子 你怎么会比如说 我嫌疑 那你听说 我还想要解了 我记得你 我要在哪里 小凌峰 这里呢 我已经立立外卫都看过了 那边后面有一张床可以睡觉 旁边呢有个厨房 你可以做饭 饭 反正你这两天也不能露面 那你就暂时躲这儿吧 知道了 那明天 我再给你送点吃的来 不用麻烦你了 我自己来 你先回去吧 其实 林九哥的事 你觉得我在为林九哥的事情难受吗 你想多了 我现在在愁 尚姑这边不能再待下去了 去哪里发财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我是这么想的 像我这种人 从来不在乎别人的死活 按照你哥的话来说 我就是个人渣 所以以后 不要再跟人渣来往了 我说你这个人 总是口是些 我说了 你快回去吧 以后不要来找我了 现在时间不早了 荒郊野岭 孤男寡女 我怕一会儿 把持不住 你也知道 我对女人 向来都是不挑的 你长得这么好看 还亭亭玉丽 我走 我走 我现在就走 不送 不送 不送啊 我没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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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可能有罪呢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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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错了 我没想到吗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错了 我事有罪 我事有罪 我已有罪 我即使是 的 我 tale不想到 我姜女 你便能送我 你便要送我 我便送我 你便送我 你便送你 我便送我便送我 还送我便送我 全部钟我便送我便送我 便送我便送你 冷藝医生 对不起 把你吵醒了 可能是医生的职业病吧 见到伤口 总是忍不住处理一下 我才不好意思 对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是专门来找你的 哥 萧萧 哥 我今天听报社的人说林九哥没有死 而且还被赦美了死刑 你这个记者怎么当的 都快成旧文了 这么说是真的了 太好了 龙小姐 冷藝医生怎么也在这儿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没想到你还会做菜啊 让你借笑了 那我也来帮忙吧 像你这样失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 恐怕连煎个鸡蛋都不会吧 给 刚打的醋 夏夏 你带冷医生到客厅喝茶吧 菜马上好 走吧 冷医生 反正你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 夏夏 怎么这么说话呢 冷医生 请吧 冷医生 喝茶吧 谢谢 这两位是令尊和令堂吗 他们已经去世了 对不起啊 他们走了十多年了 我是我哥哥一手带大的 所以你知道 我哥为什么会下厨房了吧 那你们这些年 应该过得很不容易吧 我爸出事那会儿 我哥才十六岁 所以他就偷偷改了年纪 想去当警察 不过那个时候 他没有编制 只是个巡警 所以他就天天和那些强盗 小偷死磕 天天都搞得 头破血流地回家 不过还好 后来他得到林局长的赏识 去读了锦项 我说冷医生 像你这样 从小养尊处优的大小姐 恐怕是很难理解 我们这样生活的人的艰辛吧 吃饭了 夏夏 端菜 冷医生 请 可不可以不要叫我冷医生 冷小姐 醋炸淡饭 别介意啊 好吃啊 那是 我哥做的醋溜鱼片 可是尚顾一绝 难得今天大家这么开心 我们喝一杯 好啊 难得龙队长 让我喝酒 那就让我们为零九哥的重生 干一杯吧 冷小姐 你今天找到这儿来 不会是没有晚饭吃吧 晓晓 哦 对了 还没来得及问冷小姐 你今天来这边是 九哥死里逃生 我也是高兴 所以过来问问案情进展的情况 可惜 一切都回到了原点 不过幸好 为九哥 争取了一点方案的时间 我今天聚见了市长 希望 他能暂缓 林九哥的死刑 本来市长都已经答应了 可是突然有人从中作梗 冷小姐 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我真的很不明白 冷家这个时候非但对林九哥见死不救 还要落井下石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冷小姐你能不能回答我一下 晓晓 您误会了 其实冷小姐 一直在帮助九哥的 香香说的没错 是冷家薄金寡义 来 慢点 香香 我以前还很奇怪 为什么冷监督的女儿 会在监狱里当医生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作秀嘛 冷监督在媒体面前那么会议 她的女儿自然也不会差喽 听说冷监督最近在竞选副市长 她的竞选理由就提到了冷小姐 说冷小姐质利于服务穷人乃至罪犯 是吗 龙香香 你说够了没有 哥 我怎么了 我说错了吗 我先告辞了 我送你 来 冷小姐 冷小姐 实在不好意思 没关系 爸妈死得早 我又不懂教育小孩 把那丫头关坏了 不 你是个好哥哥 像香像你 永者无畏 来 我开着送你吧 你能 陪我走走吗 走 你 我记得你之前问过我 为什么会去监狱当御医 我最开始去的时候 没有抱着任何高尚的目的 我是一个有洁癖症的人 从来没有想过会去那种地方工作 在我眼里 监狱是一个藏物纳垢 肮脏不堪的地方 我之所以会去 是因为我根本找不到工作 我的父亲会去每一家医院 告诉他们不要录用我 因为在他眼里 女人就是应该在家待着 不应该抛头露面 他就是这样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 我知道如果我去监狱工作 就会让他颜面扫地 暴跳如雷 所以我去了 而且我还发现 监狱根本就开除不了我 因为我是唯一一个 愿意主动去监狱当医生的 在监狱工作这一年多 我最开始只是想要对抗父亲的权威 可是慢慢我发现 我爱上了那个地方 或许在世人眼里 那些女人的罪大恶极 但在我眼里 他们只是我的患者 我爱上了那种行医的纯粹 我的老师曾经告诉过我 当医生面对患者的时候 可以将全世界都抛在脑后 但唯独要记住 你是一个医生 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这些话 谢谢你 因为我没有朋友 从来 也没有人跟我说这么多 我也没有什么朋友 那我们 现在算朋友了 可以啊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站住 刚才你跟那姓龙的警察在一起 做什么 龙队长 他是我的朋友 朋友 跟那些出身低微 没有什么前途的警察 做什么朋友 那些警察整天在外面东奔西跑的 一身汗臭 能把你熏死 我跟谁做朋友 是我的自由 不用你来评价 你要是真有时间 可以去见见那些上流社会的公子少爷 哪一个不比姓龙的强盛百倍 我对那些富家公子没有兴趣 因为他们如果站在龙队长旁边 矮小的我都看不见 如果是你站在他旁边 也许我也看不到你呢 也许 你怎么这么跟爸爸说话呢 越来越不像话 如果你看不惯我 让我搬出这里啊 想都别想 除非监狱的工作你不想干了 如果我现在说我不想干了 你是该高兴啊 还是该着急 你竞选副市长 拿我在监狱里当御医博好感 真是讽刺了 念之 别说了 爸爸 做副市长 也是关乎着我们冷家前途的大事 你也行了 为我们冷家出力 也是你依不容私的责任 林九哥今天没有死 未来暂时也不会死 蒙初就算去了法国 也很快会回来 你们打算怎么跟他说 怎么跟他说 你们在上诉时袖手旁观 刑场上落井下石 爸 蒙初是你唯一爱的人 你不怕他恨你吗 龙队 那个人未免行事太谨慎了 我们问问一圈了 没有一个人对他有印象 等等 或许有一个人 会对他有印象 跟我走 没关系 老季 这么巧啊 龙队 今天专程来找你的 朝我 你身为老同学 当着法官的面那么羞辱我 该不会是来跟我道歉的吧 对不起 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你误会了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昨天下午在法官办公室门口 你可能见过什么可疑的人 你是想问我 有没有见过那个给法官送证据的人 不错 没有 再仔细想想 对不起 龙队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告辞 来 林九哥的案子 确实让你风光一时 可我认为还不够 虽然 虽然我不清楚真正的凶手是谁 可以我多年办案的经验来说 此人绝不是普通人 你想想 要动用这么大的力量 杀警察去局场 这背后可得有多大的势力 将此人绳之以法 我相信 会是你继检察官职业生涯里最光辉的一夜 你说得没错 我的确见过他 这个人 他带着礼帽 我只能看到他的半张脸 身高嘛 比我高一些 身材魁梧 回头看我的时候 我发现他的脸有些胖 从他走路的形态来看 应该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 五十多岁 身心魁梧的男人 没错 你可曾见过这样的人 没有 我敢肯定 只要是我见过的人 我都有印象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会有的人 你怎么会有的 我就是你 我怎么会有 我都没有一样 你怎么会有的 我都没有听到 你怎么会有的 我都没有听到 是了 林九哥的改判文书到了 你看一下 好事 林九哥 你的改判输下来了 你今天转往 声约汉女子监狱 是不是放弃 送你这个主题 却不会和幸福 如若其勇离 越来越清醒 越不可能轻易 感受着 寒冷的 傾听 浪潮涌动着 万丈人生情欲 她的喜怒你 你我不能参与 但梦面举下 孩子般的顽皮 曾无声无声地逝去 你的每一条消息 都是我的风景 生活总是难言怀疑 在那个夜里 上天资予的经历 天蓝杀 天蓝干河 降冰 等不住落叶 化成唇泥 你不在意 你不在意 我奈 你不在意 尖 我 敏九哥 欢迎回来 敏九哥 监狱方面已经正式收到了法院的通知 你已经从死刑改判无期徒刑了 并且仍在圣月汉女子监狱复刑 谢谢点狱长 谢我 我知道是您给法官打电话 请求为我减刑的 几初呢 我也曾经起过疑心 但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考量 如果我始终选择相信人心向恶 那我就不能成为一位优秀的典月长 我很幸运 谢谢 如果遇到问题随时汇报 嗯 你 你怎么能在这里啊 这里哪儿我不能来呀 跟我走 走啊 要我扶你吗 6188 到 7374 到 8991 到 4747 到 7858 到 4231 到 7856 到 打扰一下 这个球局今天来了个新人 8963 三号床 还愣着干吗 快过去 九哥姐 我来帮你拿 谢谢 太好了 我知道你们的毛病 一来新人就兴奋 但典狱长最近在盐察监狱风起 你们都给我老实点 别找麻烦 知道吗 是 是 张长官 睡觉 咳 什么 睡觉 患 我说睡觉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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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九哥姐 变换他们 赶紧睡觉吧 嗯 睡觉 您知道吗 灵九哥又分到青雕房里了 我去 那昨晚不得使劲折腾啊 可恶吗 够得瘦的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 坐 八九六四 昨天晚上你没事吧 他们没有让人 忙着被子打你 嗯 没有开飞机 也没鬼魔盘 也没让你倒立一整晚不能合眼 这青雕 不正常啊 从前在死囚室的时候离这巴掌远 恨不得整死你 这如今 真在他眼皮子底下 到相安无事了 难不成突然转性了 不可能 别说他怎么可能转性 没错 我离开 秀 是 这 外厅 嗯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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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姐 谢谢 我知道 你因为我的事情 跟典语壮求过情 谢大不用 我呢 就想听一句实话 什么 那件事 到底是巧合 还是安排 你是说 嘟嘟误入下水道 如果我说 这件事情是我一手安排的 你还会为我出头吗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你信不过我 但也得信得过自己的眼光 乾坤武馆的苗语凤 汤过黑语 被苗老爷子认作义女的人 看人会走眼吗 到底在夸你 还是夸我 都有 小心轻调 我们都觉得 他最近有点奇怪 和之前比起来 不太一样 自己小心点 我们调查过 这家光明治检查 所有董事策全在国外 国内的事情 全权交给余大莽处理 现在这个余大莽一死 所有的线索就断了 国外 你们看 光明治检查 在两天前 汇了一笔巨款 到国外的瑞士银行 没错 我也看到过这笔钱 的的确确确 就是在两天前汇出的 两天前 那不就是余大莽死的那天吗 这个是 啊 好 听见 来 我知道 可是 不如这样 我回警局 申请办理手续 对不起 这笔款箱巨大 我真的没有办法冻结它 但是这笔款箱 我们现在警方认为 它涉及到国际犯罪 你们警方办案 我们肯定配合 但是如果没有手续 我真的没有办法 之所以按你所说的 这笔款箱 是两天前 十点十一分汇出的 三天后到款 也就是今天上午的 十点十一分 现在都已经九点四十分了 我要是再回警局 申请办理手续 根本来不及 这样 这是我的警察证 我押在这儿 后续的手续 我一定帮你补齐了 请你务必 一定要冻结结笔款项 你说的这些我都理解 但是你没有手续 我真的没有办法直接 对不起 我无能为力 龙队长 龙队长这是在办案 银行方面 我很熟的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这 挺麻烦了 请稍等 既然有冷公子的担保 这笔款项可以冻结到中午十二点之前 这已经是我最大的职权范围了 还请龙队长在十二点之前 把相关的手续务必带到 这笔款项数额巨大 跨国犯罪 还请你们的冯局长亲自出面 知道了 麻烦你了 电话能接我用吗 你请便 好 龙队长 我在那边等你 我在那边等你 好 喂 我是龙队广 什么 又在十二点之前 龙队长 这是最后的一条线索了 如果 我们可以拦截住这笔款项 就可以打击幕后黑手 乱他阵脚 只要他阵脚一乱 我们就可以有机会 将他们一网打击 好 我会把所有材料都带去 小薇 什么事 局长 马上把林局长案件的 所有材料都准备好 统治四季小王在前面候着 我有急事 马上要外出 好的 我马上准备 来 我不抽 刚才谢谢您 龙队长客气了 举手之劳而已 再说了 比起龙队长为林九哥所做的 根本不是一提 什么事 我看见你们 我看见你们 你还不信 我看见你们 太后来 你还不信 我看见你们 你还不信 我看见你们 我看见你们 我们都不信 看看你们 是不是放弃 送你这个主题 却不会和幸福 若即若离 越来越清醒 越不可能轻易 感受着寒冷的蜻蜓 浪潮涌动着 万丈人生情语 她的喜怒你 我不能参与 但梦面俱下 孩子般的顽皮 曾无声无声地逝去 你的每一条消息 都是我的风景 生活总是难言怀疑 在那个夜里 伤天资予的经历 天蓝干涸江碧 等不住落叶化成唇泥 那雨飞翔的秘密 那些过往痕迹 就让我深深刻在心里 优优独播剧场——